請問哪位嘉賓先說 請袁國士可以說 謝謝 請同時我將特首施政百日和施政報部期望 這幾件事混在一起說 因為我覺得都幾有他的意義 大家就算一睞眼都見到 其實現在對李家超的信心 和對他上任了100日以內施政的滿意程度 基本上都是和民主派和非民主派之間 以一個政見和意識形態去分劃 當然這是一個頗為正常的現象 因為始終李家超上任了100日 其實那些政績都很佛善可塵 所以大家都是根據自己的政見和基本印象 來去評價它 這是一個雖然你看到有這麼大的分歧 但其實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將這個特首百日調查 和施政報部放在一起 我想我們可以規探到現在 為何香港至少在政局上或政治上 會有一個一種微妙的平衡 就是你會見到 縱使民主派的支持者 他們是對政府是沒有信心、沒有期望 不滿意的 但是你見到他們在對施政報告的表態的意向那裡 即是說施政報告有多重要 以及他們有沒有期望 其實他們是覺得不重要也沒有期望的 所以你見到一群不滿的人 但其實他們都對社會、政府都沒有期望 所以才令到社會不會有很多意見 或者反對的聲音 而相反就是你見到非民主派 我想主要都是 即是建制派都有很大部份在裡面 他們當然就 對香港的信心還存在的 也都對李家超的施政是相對滿意的 但是他們 我們都很明顯 他們會覺得施政報告 接下來是很重要 以及是對他有期望的 但是我們會見到 即是剛才說的 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平衡 當然你支持你的人 期望高 不支持人是期望低 但是問題 其實 這個不代表未來會沒有問題 反而會有一個潛在的問題 可能會出現 因為你會見到 現在非民主派 即是主要是政府的基本本 他們其實對政府的期望是相對的大 他們可能應該接受了很多宣傳的影響 或者很多各方面的影響 令到他們覺得 接下來香港的前途都不會差到哪裏 但是通常每個政府 通常在甚麼時候會陷入一個難題 會有麻煩呢 就是那些本來表態是中立的 甚至你的支持者 當他對你的信心是慢慢失去了的時候 這個才是一個政權 會出現麻煩的時候 所以我相信 今次這個study 其實都給到現屆政府一個多大的啟示 你當初現在是蜜月期是開局良好 但是只要你再一直好像這樣 這100天是沒有甚麼政績 也都看不到香港的情況有明顯的改善 其實那個信心的流失會很大的 所以我想也都某程度解釋到 為什麼李家超暫時只可以專注於一些期貨管理和KPI上面 因為其實他都知道其實他都在踏鋼線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如果他都真的 施政報告現在符合不到別人的期望 也都在未來可能剩下 明年或者未來的日子 如果政績是做得不好的話 其實將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反彈 那麼我們近來都收到封 其實可能政府都會想關注這個房屋的問題 土地房屋的問題 也都我們在這個研究裡都看到 其實受訪者都是比較關注這件事 而這個我個人作為評論者 對現屆政府是會有點擔心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即使上一屆林鄭政府 或者是對於哪屆政府 其實土地的問題 土地房屋的問題 通常都不是你那屆可以解決得到的了 但是現在他將這麼大的注意力 放在這裏 和市民也都有這麼大的期望 其實這個 是有可能 接下來是會是一個 政策上是可能會有觸礁的可能 或者是會令到有個民意上 有個反彈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其實特區政府是否真的要主力以這個來做它的政績 而不是好像之前政府那樣 其實最後都是朝三無四 朝四無三 其實就是在那裡玩一些數字 但實際上是沒有改善的 這個我想要看一下 接下來政府的效能 這個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我覺得這個研究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其實我們慢慢都看到 我們今時今日都見到民主派和非民主派 他們的profile是怎樣的 他們是甚麼人 這裏給我們亦都有個體示 就是現在民主派支持者 你會見到 他們一是對有些 當然他們對政府 對大家超是不滿 但是他們是會對一些議題 是會相對關注的 甚至我們見到他們可能是社會階層 是相對於非民主派 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令到他們可能對勞工 或者很多問題都會相對地比較關注一點 當然這個是一個推測 推敲 當然有些甚麼都回到Pori那裏 他們為準 而另一處在大灣區 我們都見到原來非民主派的profile 特別是第二條問題 就是你有多願意 或是不願意在香港和澳門 以外的大灣區工作 我們見到其實非民主派的裏面 其實有很大部分是屬於 由於它是不屬於勞動人口 所以它是一個不適用的 當我們一比較一下 非民主派他們願不願意在大灣區定居 以及願不願意在大灣區工作 我們就知道其實 有很多喜歡回大灣區的 其實都應該是一些退休人士來的 他們當然其實是不可以將 他們願不願意在大灣區工作 是混為一談的 所以可能是 工作可能是相對年輕的人 而其他定居的 很多是一些 就來退休或者退休的人士 所以我想在這裏 我想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一下 現在其實我們慢慢對於 民主派和非民主派 是有種 都不知道他們現在 是慢慢變成什麽人 有這麽多人離開了香港 亦都有可能 他們的想法有所改變 但是這裏我想 接下來 他們怎樣的 他們的 profile改變 是會 相對地會 對接下來的政局 是有一個 頗大的影響 在裏面 那我的分享先到這裏 多謝余博士的分享 請問 陳博士你未都會